厕所中位位于是干湿分离的 走看南澳乡的那山那谷 清新的空气 宽敞的营地 让大家一扫一情的阴霾 交通部观光局东北角 继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办理产业交流观摩活动 带领大东北角观光圈业者 到宜兰县南澳及苏澳地区 参访观光产业经营有成的业者 由于东北角管理处 上半年办理观光产业行诉案 征选30个合作改造点 在疫情期间做完改善准备 以迎接解禁后的国旅商机 这次借由安排观光圈伙伴观摩 业者行诉改造成果及设计历程 互相学习如何提升产业的服务品质 和场域的优化转型 希望能带给业者新的想法和创意 更借由伙伴合作 激发出更多产业组合的可能性 来开发疫情之后 观光旅游的庞大商机 东北角管理处马慧达处长表示 目前大东北角观光圈 已经扩大从新北市7个区延伸到 宜兰县全县12个乡镇市 每个乡镇市都有特色的业者 在努力地经营 从门面包装设计 加强市场行销 提供贴心的互动服务 更有7年返乡创业 因此上半年由管理处协助30家产业改造 下半年继续投入经费来协助观光产业软硬体的改造 持续为疫情冲击下的观光产业注入强新增 这次的产业观摩交流包括参访南澳的那山那谷 听取业者介绍品牌与行销的策略外 另外也参访苏澳在地的上海旅行社转投资的海派工作室 如何将老旧的嘉宾厂改造成年轻人专属的海上活动据点 最后则去参访位在南方澳渔港的苏澳妈黑糖糕店 老板陈福南透过和东北角的合作机会 大刀阔斧将店面重新设计成具有海洋印象的达卡店 成功成为海产街的亮点橱窗 主办单位东北角管理处表示 今年度12月底前总共会协助至少45个业者 或组织完成观光行速的亮点提升合作 未来也会在陆续办理成功案例的观摩交流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业者朋友 持续追踪大东北角观光联盟赖群组 以及FB东北角只有粉丝专业 也希望这45个示范单位能成为领头羊 整合地方资源与旅游魅力 基手拉台地方观光能量 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大东北角观光品牌 记者樊德惠宜栏采访报导 其中有一家比较有名的